哈囉,大家好,我是老五千的GT 今天呢,我要嘗試將我們工作室的廁所把它3D化呈現出來 這樣不管是未來裝修或紀念或是我們想要列印出來做一個demo的話都是非常漂亮的 那我們首先在做之前一定要先把廁所的尺龜先標出來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放一下我們打掃完後廁所的照片 那我們現在開始畫吧 那我剛剛有把廁所的新提到份已經把它標出來了 那它是一個寬170x170的一個廁所 那它的邊側呢,這地方我們那個時候做的是這個淋浴區 所以我們把這個淋浴區先畫出來 然後這地方的話它是有一個馬桶 那我們用這樣去做呈現 然後這邊有一扇門 那門呢,是從這邊開始算80公分 所以我們畫一條線 80 然後我這邊畫一塊七公分 這是一個門 這邊有一個梳妝鏡 然後這邊換十層 然後這邊有一個 換十層 剛好我們我漱長平面圖呢其實已經畫得差不多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要開始畫它的淋浴的設備 那這邊它也有一個小格板 首先這邊這個是防水擋條 那我們先把高度畫出來吧 那這一間它的高度是2米 沒有問題 那我們把這個呢 主題改一個名字 好 沒問題了之後我們把它隱藏起來 好那我們開始畫了 首先畫門 這個門呢它是 內開的 好那我們把這個門也隱藏起來 然後再一次做 鏡子 鏡子呢會有高度的問題 所以這邊要先注意一下 我們要先新增一個平面 以這個面為主 下一步 它平面呢是120公分 然後我們再把這個投影上去 這是投影的功能 投影好之後呢我們就把鏡子畫出來 好啦那這是鏡子的櫃子 然後我們要做一點調整 它是有分三層的 它是有分三層的 所以我們在上面呢做一個 三分 這三塊呢要做一點拉伸 然後下面呢長兩公分 然後記得選新建主題 這個也是 兩公分 好了之後呢先把這些 加到一個主要夾裡面 好 這是一個 呃 後面會有一個收納櫃 所以首先要先 確定的是它要能夠旋轉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然後主要是對於內部要進行處理 那我們一樣先把櫃子的門關起來 內部呢要先把它分成三個區塊 就做法是 選擇偏移面 點選這樣 讓它內部進行偏移 然後我們對它進行抽殼 抽殼可能沒辦法這樣抽 然後我們直接 然後又在上面 安城板 就選擇拉伸 兩公分 新建主題 勾選新建的主題 先向上平移 複製 喔 這樣就好了 那既然已經做完了 我們就做個簡單的套色 選擇一下木頭質感 然後前面的話再 搭配上 鏡子 因為這邊的話它鏡子的四周是會有倒角的 大家如果有 顏固鏡子的話應該會知道 把它的邊都選出來 對 選出來之後呢 向內 向內會是一個斜角 所以向內 然後就有鏡子倒角 也不會再有這麼發張 切給你 就可以了 然後呢我們在每一個板上面都切 那我們一樣在這三塊上面做一個簡單的套色 因為它是一塊鏡子 所以它首先必須要有金屬的質感 所以我們要選擇金屬 然後我們要選擇 這個 可能用拋光的鋼會比較像 那我們 看一下怎麼這樣 也沒有很像 所以我們再選一次 可能這個比較像 好那我們就盡可能還原 那我們做完這塊板子之後呢 我們就開始做下面洗手台的部分 那我們剛剛量過洗手台它的高度呢 是 80公分 所以我們要建構一個平面 點選平面之後 向上80公分 完成 那我們一樣把 原本畫好的圖 投影上去 然後我們選擇投影 然後我們這個地方選擇這兩塊 然後向下40公分 這個就是我們的洗手槽 開出兩邊洗手槽 那它本身是沒有這麼大的 它的下面其實是一個抽屜 所以我們要先把它畫出來 首先畫出洗手槽 先找出正中央 讓它接近遠一點 然後這個呢 再慢慢把它移過去 那我們針對這個 還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要讓它 挖出這個水槽的範圍 那我們針對這個 還是要注意一下 就是要讓它 挖出這個水槽的範圍 可以 那因為在我的經驗上它會比較容易失敗 所以我這邊會用另外一個方法做 所以我這邊會用另外一個方法做 所以我直接在那邊挖開 因為台盆通常是生 15吧 然後我們在這個側面呢 做倒角 內部跟側面做倒角 相對會比較簡單一點 然後這邊做一個角 然後這邊要做一個隔段 它才有辦法分出不同的材質 所以這邊 下面的話是一個像拉式的沖體 所以這邊要注意 我們先新建一個平面 好 原體之後呢 我們再來 選擇這個主體 上半部分就是洗臉槽 下半部分的話它是一個抽屜 那我們先到裡面去 先針對我們的抽屜做處理 因為它本身呢 它是一個抽殼可以做 好 因為在這個地方呢 它其實是比較複雜的 所以我們這邊要做一下 簡單處理 它兩側呢 是要先截斷 然後它是 比較高的 這樣呢就會跟剛剛另外一塊打到 所以要注意 這邊要做 呃 球差把它扣掉 這樣就可以了 那上半部分呢 是陶瓷的 所以相對來講是 選擇陶瓷白色 不是透明 抱歉 我們選擇 我們選擇 霧面 然後我們去調整它的顏色 那下半部分呢 它就是 木頭 所以我們一樣先選擇變更 選擇深邃點的木頭 所以我這樣對比上會比較好看 OK 好 這樣就沒有問題了 好 那我們之後做 浴室的防水加塵 那防水加塵呢 要處理石它的內部是 有做防水處理的 然後我們這邊呢 用線把它畫起來 用到的工具都不會特別難 再來可以看 把水擋住 然後這時候要注意的是 它的內部呢 要做 滑軌 那滑軌要怎麼做呢 其實也不會特別難 選擇片裡面 那我們這樣呢 就沒有問題了 那我們上面再加門片 這邊這個可能還是把這個先做一次放割 那這個部分呢 其實這邊相對比較麻煩的是它必須要有 四片門 所以我們這邊要做簡單的分割 分割起來也不會特別的 就是要做簡單的處理 那我這邊呢 那我這邊呢 所選擇的呢 是用 切割的話是用扇形 所以我們一樣 新增 平面 那我們選擇 編移 先選擇外強 所以選好這個平面之後呢 我們做旋轉 所以我們這邊是買 22.5度的時候 我們做一個 然後複製一次 再轉 22.5度 再轉 好 這樣我們就產生三個平面 那我們一樣就是 用這一塊 去做分割主體 因為它這個是 雙開門 所以我這邊要做一點 簡單調整是 它的距離呢 要往外一點點 往外一公分 好 然後呢 讓它做一點 旋轉 這邊呢 做一個 插機 好 那我們再把這一片 把它換成 透明的 那這個的話 要做一點 備注 好 可以了 讓我們 做簡單的移動 好 先做簡易套色 因為是 乾絲分離的浴室 所以這邊可能要選擇 透明 如果可以的話呢 屬性上我覺得 偏一點點白色會好一點 還說如果可以的話就選 很純透明的 是不是可以 那再來我們做最後的裝飾 好 那既然是廁所 所以最重要的一定會有一個馬桶 所以我們擔心 老大幫我們弄個馬桶 欸老大 這邊需要一個馬桶 等一下 可以的話你給我一下 這樣的話就有廁所的感覺了 那我們接下來就是要做外牆跟地板的貼皮 貼完皮之後呢 就可以看到我對於這個廁所的架構完成度 那我們先把剛剛已經貼好的皮 就關掉 那我們接下來進行外牆處理 那我們先整體先把它拉一個水泥的白色 那因為木頭我們當時 上氣的時候選了一個 蠻騷的綠色 再把這顏色調出來 那因為它是木頭的 不過沒關係 那接下來進行內部的 裝飾 那我們首先要知道 以廁所來講一定都是貼磁磚的 所以我們一定要先把磁磚畫出來 那因為草圖有太多次重複的 所以我們就要先關閉 留下一開始的草圖 然後 選擇刪除 因為等一下新增就好了 那我們要畫的東西呢 是磁磚 磁磚要怎麼畫會比較容易呢 其實 不算難 第一個就是我們要先畫出我們的 框架 好 那因為這邊有這個對著畫就好了 對 這個不會有問題 然後我們再把油門關掉 170x170 如果鋪17公分的磚的話 它就可以鋪得很漂亮 因為我們自己畫 所以我們這邊可以決定 所以我們選擇17公分 17x 17 17 看著有點小 所以我們改成3屬 33組好了 畫好之後磁磚中間都會有黑色的部分嘛 所以這時候就需要偏移邊 所以我們選擇偏移 這邊我不知道我們有什麼快速的方法 如果有知道的話 可以在下面告訴我一下 好 大概花一點時間之後我們把這個磁磚鋪好了 那因為記得我們鋪的是磁磚 所以它其實它是會有點上浮起來的 所以我們在這地方就把它做往上 那這邊相對講很容易就先點選全部 好 點選完之後呢 向上 磁磚很薄喔 不用射太厚 射好之後呢 記得 看一下它的主體 它從45開始 在這邊點選起來 好之後呢 我們再把這個資料夾點下來 好 先選擇 一般白色就好了 好 這樣是不會有磁磚的感覺 因為要磁磚的感覺它必須要有地板 所以我們接下來要再把地板畫出來 那個畫面 那畫製置地板呢其實 也是很快的 所以我們一樣先把它關地 一樣點選外牆出來 fuerza or 正如我 一櫻平面 墜設底板 然後 感覺會整個比較對 好 這樣就是 要看一整個比較對 然後再把這個地板鋪進這個裡面 這個時候就沒問題了 那我們先把我們的地板換成黑色 這樣的話是不是就有廁所的感覺了 那我們再把我們的臉龐放進來 然後我們點選內部 反正這個廁所內呢是暗黃色調 然後材質呢是比較偏向於這種ABS的 選擇塑膠 選擇霧面 金屬檔條呢就選成一般的金屬就好 好那這樣門的部分就 大部分廁所已經完成了 那我們再做一點細部的調整 譬如說我們把我們的門 盡量改成木頭色的 木頭質感 那我們看一下它可不可以調顏色 好沒有辦法那我們就先這樣 好那我們這上面要做幾個擋飯 這樣廁所才能使用 開始吧 首先把我們這個平面拿出來 80公分有點太矮了 100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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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選擇新建主體 點選它 複製 複製 再放一個 好 那我們選擇 分割主體 分割主體 好 然後再把這個 多餘的固件剩掉 好 這樣也沒問題了 好 那我們在上面做一個 簡單的鐵架 那我們在上面要做一些 設計 設計 但其實沒有這麼 難 很簡單 選擇偏移邊 然後內部畫一些格紋 那我們再把 這些部分把它 做出來 然後再把它 掩圈起來 打穿就可以了 打穿就可以了 好 看著有點便利 對不對 這樣就可以了 然後我們再把它的下半部牙 把它做出來 好 好 好 那我們再把它的下半部牙 畫一些鐵匠 因為它其實沒有這麼複雜 好 好了 那我們現在我們其實 大的 廁所的大致架構就已經全部完成了 那我們來看一下怎麼樣可以呈現一下這個廁所 新建一個平面 讓這個平面轉45度 好了之後我們再用這個平面 切進去 這樣可以了 可以把我們的門先關起來 好這樣我們就完成我們的廁所了 好所以我們建置一個廁所的時間大概只需要用到五十幾分鐘 那我們現在還缺一個馬桶 他還沒給我 那我們基本上就已經把一個廁所繪製完了 好那我們接下來就等他的廁所吧 馬桶馬桶 好那我們昨天的繪製結束之後呢 我們今天再把老大那邊給我的馬桶跟這個水龍頭 按上去之後呢 可以看到其實這一間廁所跟工作室的廁所已經 完全就是一樣的 那因為我們工作室本身就是一個 柱商混的一個結構 所以裡面還是會有位於設備的 所以裡面它還是有這個淋浴間 這樣的繪製的總花費時間大概在一個小時左右 那你們在觀看過程中我們可能會做快轉 所以你們看到的時間可能只有二三十分鐘 那如果大家對於這樣類型的繪製圖是有興趣的話呢 一定要訂閱並按讚分享我們的頻道 然後可以把這樣的內容呢 分享給所有有在做可能是室內設計啊 或者是有需要繪製醬內容的所有3D解析師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